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连帝安排给楚慕的亲兵 以借故调到了别处 陆云吉 他怎么可以这么做 他是主帅 用的又是名声暗将的手法 把那些人哪 生了个半疾 用借故调到了别处 谁也不能说他不对 他心里虽然没提你 是怕我们跟你说什么惹你担心 你在宫里啊 只管好好照顾自己 楚慕他一向机灵 会平安回来的 嗯 他走 他走 楚慕 来来来 怎么了 怎么了 听说西南公主生病未育 所以 你能不能帮我把这个给的 真难看 嗯啊 我 我第一次做 算不错了 你做的啊 床头挂个平安节 病灯好得快一些 可是公主生病 与你何干啊 你是聪明人 何必不问 对了 我突然想起 最近总有一些断了线的风筝飞进风里面 公主说那些都是他的 还悬赏呢 都是你搞的鬼吧 还悬赏 记得帮我给他 哎 可是韩王妃也经常入宫给皇后请安 你怎么不叫她帮忙 别提了 姐姐每次从宫里回来啊 脸色都特别难看 而且为了公主去青楼的事情 见我一次骂我一次 我还敢找她 哎呀嫂子 你就帮帮我嘛 哎呀好了好了 别乱叫 你们盛家兄弟 怎么个个脸皮都那么厚啊 嗯 脸皮不厚 怎么红巧娘子了 嗯 拜托了 带死我 放心吧